放下來 點一下 OK 好 開始 大家好 我是Paul 週一到週五 英文一起讀 這個人是誰? Mark Zuckerberg 這個臉書的創辦人老闆 那他最近來了一個演講 就是演講就把一個東西炒得老高 不是那個老高啦 就把一個事情炒得火紅岩上 那這個東西叫做 Metaverse 先把這打出來 meta加上verse 拆開來就是meta加上verse 是甚麼? Universe 宇宙 所以meta的宇宙就是現在在炒這個話題 這是網際網路的下一個 的一個 的一個 I don't know 不知道該怎麼說它 變化嗎? 版本嗎? Anyway 我們就來理解一下甚麼是meta 我先找這個中文能給你看喔 你看這邊有一個metaverse 一夜爆火 是虛擬也是實際 未來的metaverse世界 這裡有一個翻譯叫做 原宇宙 好像還過得去 所以說metaverse 前面的meta是圓的意思囉 這個圓是甚麼? 五位圓的圓 次圓的圓 然後說啊我懂了 懂你個屁啊 你這樣就懂了我真的佩服你喔 No 我們還要再多一點點解釋 meta的概念 如果你玩 I don't know 英雄聯盟 你大概從很久以前就聽過一個東西叫做meta 那其實就是它裡面角色的各種組合 這個meta不錯 這個 I don't know 這個中線的 配上一個Nidalee那一個直毛的那一個 這樣搭配滿好的 這個meta很好 所以 的確這個meta 遊戲中的這個變化 它可以稱為一種 就 不能搭配 combination variation 有meta的意思 所以meta就是有改變的意思 那 再來一個意思就是 我們會講它指自己 甚麼叫指自己 If something refers to itself 那好 我這裡直接舉例子會比較快 我們做科學的實驗 你知道有個字叫做 analysis 所以你今天 寫出一個報告 那這個報告就是你的分析了嘛 所以這是一份analysis 所以你對於這個糖尿病 做點研究 一個報告 叫做一個analysis 如果今天換一個人 他生了一份也是糖尿病的報告 又一個人生了一個糖尿病的報告 可能是不同國家 可能不同年齡族群或甚麼這些 總之啊 我們這裡好幾份的 一年可能就有五六十份的糖尿病的一些醫學報告 那如果今天有人 把這五六十份整理起來 然後再寫出一份報告 嘿 我們就叫這個東西 meta-analysis OK 所以meta可以加上 這應該是要 hyphen了 不然兩個A走才會打架 meta-analysis 就是這樣的概念 所以 meta出現了 所以他等於是 把大家的 整合起來 然後生出一份新的 這樣也可以叫 meta 那動物界裡面有個詞 叫做metamorphosis 這個字可能會在 那個 託福跟亞斯裡面看得到 那這個東西 就是 昆蟲啊 各種動物的那個蛻變 蟬啊 什麼之類的 所以他們會 變形 我們就叫它metamorphosis 好 所以有meta-analysis metamorphosis 還有再多講一個 metabolism這個詞 metabolize 這個我們以前應該 這應該不是生字的齁 你常看到 這個叫新陳代謝 所以 看了這幾個字的例子 你就可以大概 可以理解說 它的確有改變的意思 的確有 往裡面看 自己內部的變化 之類的概念 好 講到這裡大概 可以了 OK了 來 那我們再看下去 看這份報導 所以這裡 他說了 Facebook CEO on why the social network is becoming a metaverse company 所以他想要把他的臉書 轉變成metaverse的一家公司 好 那我們剛剛看完了 這麼多meta開頭的字 那現在回到metaverse 什麼又是metaverse呢 好 我們就直接看內容 那我們就來解釋下去 So as June came to an end Facebook CEO Mark Zuckerberg told his employees about an ambitious new initiative 所以在六月快結束的時候 你知道現在八月 所以一個多月前 所以七月的部分 所以臉書的這個CEO 他就跟他的這個employee說了 有關於他一個 很有野心的 新的一個計畫 這個計畫 他用的不是plan這個字 他用的是initiative 這個字也是不是生字的 我相信我以前講過 所以政府裡面有一些計畫 有一些幹嘛的 我們會叫他initiative 所以他告訴他的員工們 有一個新的 ambitious 的一個initiative the future of the company would go far beyond its current project of building a set of connected social apps and some hardware to support them 所以公司的未來 the future of the company would go far beyond 會遠超過了 會走到遠超過 far beyond beyond什麼 超過什麼呢 他目前的這個project its current project 什麼project呢 後面用off之後接下去 所以他現在的project 臉書目前的方向就是 building a set of connected social apps 所以臉書現在就只做了一大堆 連接起來的social app 你知道instagram是臉書的嗎 對不對 所以臉書能不能連instagram 可以 所以他就是一個connected social apps 以及還有一些hardware 來support他們 所以他為的部分我不是很懂 但好像有看到臉書 也有在做VR headset那種東西 你知道VR嗎 就那個虛擬的那個 頭罩眼鏡這些 好所以他說 他的新方向不是這個 instead取而代之的 he said facebook would strive to build a maximalist interconnected set of experiences straight out of sci-fi 先看到這裡 臉書會strive to do something 這個的意思是 努力去幹嘛 ok you work hard to do something 所以努力來建造一個maximalist 那minimalist是極簡主義 所以maximalist就是極簡的相反 所以就包山包海的 所以這裡打一下minimal 就最少的 那minimalist叫做極簡的 OK 中文打一下好了 極簡主義的極簡 那他要做出的是一個maximalist 相反過來的 最大的 interconnected 互相連接的 set of experiences 所以一種一組的各種體驗混合在一起 那這個東西是直接從科幻小說出來的 straight out of sci-fi 這個straight out of something 就是直接從什麼出來的 像我記得有一個電影叫做什麼 逃出康普陣還是什麼 康普頓 那講的是那個 那個NWA啊 就是反正就美國以前一個 一個比較算OG一點的 饒舌的一個團體 他們就從康普頓這個頓 什麼頓 康普頓這個小鎮出來 所以那個電影我記得就叫做 straight out of Compton 那也有在他們的唱歌的歌詞裡 好anyway 回來這裡 所以他直接從 sci-fi 裡面偷出來 so a world known as the metaverse 所以小說裡面的確有出現過這個字 所以他直接把這個字寄來用 so the company's divisions focus on products for communities, creators, commerce, and virtual reality would increasingly work to realize this vision he said in the remote address to employees 好,所以公司的這個divisions focus on這麼多的部分 好,ok 對不起,主詞的部分 大概是就公司的各種不同的divisions 那動詞不是focus 動詞是會持續的努力來去realize這個圓景 所以公司的不同的部門 不同的divisions 就會來focus在這一個 or work on這一個圓景 那他的這個公司的各個部門 本來是幹嘛的呢 他們本來是focus在products for communities 所以他們本來是專注於做一些產品 產品是包括建構社群,communities 甚至是focus在creator身上 沒錯,像我現在是youtube的creator 不過youtube不是臉書的就是 所以還有商業上,commerce上,還有virtual reality 所以這些divisions 都會來increasingly work to realize this vision 就努力來實現這個願景 所以他反正在一個 跟員工們的一個談話中說的 What I think is most important is most interesting is how these themes will come together into a bigger idea 所以他覺得最有趣的 就是這些主題都能夠 變到一個更大的idea裡面 Our overarching goals 所以我們的目標 而這個目標是那一種 就是我們是一個最遠大的目標 在蓋在所有東西上面的 這個詞叫overarching Arch這個字就是那個弧形 圓拱的那種弧形就叫arch 所以有一個詞叫overarching 這個詞會變成一個形容詞 就是一個東西在這邊 然後有另外的東西從上面這樣子過去 所以他的目標是遠在這些小小的 這些比較小一點的project上面的 所以the most interesting how these themes 這些themes 會變成一個比較大的idea 這剛剛講的對不起 所以我們 overarching的goal across all of these initiatives is to help bring the metaverse to life 所以bring something to life 就是把什麼東西給 催生出來 所以他們 他最overarching的goal 就是要來把metaverse 變成真的這樣子 好我們再多看個一段大概就夠了 或兩段 the metaverse is having a moment 所以這個東西正在have its moment 就是大家的焦點對他身上 那這個是在一個92年的sci-fi的novel裡面 叫做snow crash 裡面傳現出來的一個字 so the term refers to a convergence of physical, augmented, and virtual reality in a shared online space 所以這個term呢 講的就是一個 後面這三個東西的convergence converge就是 匯集在一起 OK? converge 所以他的名詞是convergence 所以三個東西的匯集在一起 第一個 physical 我們的物理的世界 augmented 所以這個是加強了的 像我有講過那個 你玩那個寶可夢 事實上就是 不是虛擬的 因為你還是看到眼前的世界 可是透過你的手機 看到一隻寶可夢 停在那邊 看到一隻那個 口袋怪獸 神奇寶貝 停在那邊 所以就丟個蛋去抓他 所以這就叫做augmented reality 增強強化實境 以及virtual reality 三個come together 到一個shared online space 所以new york times 也曾經有explore 有很多的不同公司 包括我們玩的那個fortnite 其實就是吃雞那個遊戲 的其中一個不同的版本 fortnite 那吃雞好像叫popg 還是什麼 所以還有另外一個遊戲叫roblox 或者是甚至animal crossing roblox是外國小朋友 很愛玩的一個 有點像積木 可是你可以在那邊 湊成一些人 或之類的 也是手機遊戲 我本來想做一集介紹 可是算了 我覺得介紹那個 太多這種小朋友的東西 就沒有什麼興趣 甚至animal crossing animal crossing 我們都知道啊 就是那個叫什麼 動物生有會 所以連這個都算是 他們的metaverse裡面的一部分 OK even animal crossing new horizons increasingly had metaverse-like elements 所以這些遊戲 都有 類似metaverse的一些元素在裡面 OK 所以你大概就可以慢慢知道 metaverse是什麼樣的概念 我覺得我們應該 是不是可以再多 我們再多看一段 所以在2020年1月的時候 就是去年1月的時候 an influential essay by the venture capitalist Matthew Ball set out to identify key characteristics of a metaverse 所以 這邊有個字認識一下 venture capitalist 所以這就是那個 投雇公司 叫做venture capital 有時候我們在影集電影裡面 會聽到直接叫他VC 那VC不是有什麼vice president 那是VP OK 所以VC意思是venture capital 我們把它翻譯成是 投雇公司 投資雇文公司之類的 好 創投公司應該這樣講 所以這個 一個venture capitalist 寫出了一個essay 他就 設出了一些 一些很關鍵的 他的特徵 metaverse的特徵是什麼 所以在裡面 就有一些 好他我們這裡講出來 所以這個介紹我覺得就還蠻重要的 it has to span the physical and virtual worlds 所以他必須要能橫跨 所以span這個字有一個東西的 一個橫的長度之類的 也不一定是橫的 總之span就是 用寬廣的概念 所以像我們講說 你把手跟手伸開來 然後從指尖量到指尖 中指尖量到中指尖 這就是 我們講NBA球員 或是人類的 身體上的一個wing span 雖然我們沒有翅膀 可是這個就跟翅膀伸開 是同樣的概念 所以span就是這樣橫跨開 所以span的動詞 也就是橫跨過去 所以這個東西必須要span the physical and virtual worlds 所以他能夠在物理的世界 跟虛擬的世界都能夠span的過去 那contain一個 fully fledged economy fledged這個字就是羽毛豐滿的 ok 所以裡面需要一個經濟體系 是已經羽毛豐滿的了 ok so fully fledged economy 那還有一個 an offer unprecedented interoperability unprecedented就是前所未有的 這個字我們真的很常看得到 unprecedented 前所未有的 interoperability inter是在什麼之間 那你這裡 你不要把這邊看成一個rope這個字 不是這樣讀的 那有個繩子這個字在裡面 no 這不是你要去怎麼判斷這個字 inter就在之間 inter 然後裡面有一個 oper 這個就是operate ok 就是運作 那operability就是能夠運作 所以就在他互相之間能夠運作 所以前所未有的互相能夠連同運作 in unprecedented interoperability users have to be able to take their avatars and goods from one place in the metaverse to another 所以使用者必須要能夠來把他們的avatar 這就是你在遊戲裡面的角色叫做avatar 你說這不是阿凡達嗎 同一個字 ok 所以你要能夠把你的avatar 以及在 就在這個地方能夠 就賺取到的一些這個物資貨物這些的 就 goods 好比說你在動物生有會 你長的那個樣子 然後你這邊有幾百隻昆蟲之類的 啊我要把這些都帶到另外一個地方去玩 他說你可以要這麼做才行 事實上任天堂早就一直在做這件事情了 你任天堂你那個 那是NDS裡面創造的角色 或者你以前創造出來的什麼 什麼Wemo還是Weibo叫什麼的 我都有點忘了什麼東西 他都可以比如說連到下一台去啊 或者連到你的掌機裡去 或什麼這些的 所以能不能丟到你的電腦裡去 我也不知道 所以這也是一個example了 ok 所以你必須要能夠來 take these things from one place in the metaverse to another no matter who runs that particular part of it 無論是誰在運作這個東西 他都要能夠帶過去 所以或許我剛剛講任天堂這個例子是 也沒有說非常精準 因為畢竟任天堂是一個封閉的 你只能在任天堂裡面用 所以如果你要帶著PS5上去的話 oh then that's metaverse ok critically no one company will run the metaverse 所以很重要的就是 不是一間公司來經營著 metaverse no one company will run the metaverse it will be an embodied internet 這就會是一個具體化了的網際網路 所以他用了一個字 我這個覺得這個字真的超棒的 embody 你看裡面有body不就身體嗎 embody就是 對不起 開了一個新檔案 embody就是讓一個東西有身體 所以我們就中文把它叫做具體化 所以這就是網際網路的具體化 ok 所以它是在一個operated by many different players in a decentralized way 所以各種不同的 這裡的player不是玩家 我相信這裡在講的就是 各個不同的營運公司 所以operated by many different players 各種公司在這裡營運著它 而且這是一個去中心化的方式 in a decentralized way 所以我相信它跑不掉 一定會用到blockchain的這個科技就是了 好講到這裡大概夠了 這個metaverse 你期不期待它的到來呢 我覺得 這個一定是遲早會發生的事情 所以Mark Boggs Zuckerberg 他這樣努力的先當一個領頭羊 想要當pioneer 我認為也是剛好而已 ok I hope you like the content we have today 對不起 外面在打雷下雨了 好 所以看來今天不要出門吃晚餐 自己在家吃泡麵好了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